每年3月最令人期待的就是 灰面狂音飞扬翱翔在彰化县八卦山脉的盛况 2010阴阳八卦全民践行赏音活动 20日上午在彰化县八卦山脉生态旅客中心举行开幕式 现场有彰化艺术高中带来提琴演奏 以及民俗舞蹈表演 并由与会嘉宾共同剪彩为这次活动揭开序幕 今年的老鹰特别多 我们的鸟类我们生态保育的活动工作很成功 并且呢我们彰化又种了很多树 种了很多树以后啊 我们鸟类它的食物还有生态的多样化能够建立 所以我们的料理市长告诉我啊 不简单哦 一天之内呢就六千多只老鹰过境 可以说是生态的奇观 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到七零节的前后 我们一起到八卦山上面来赏音好不好 好 我们除了赏音以外我们也配合了很多很多啊精彩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进山活动还有我们的生态讲座还有我们的鸟类的纸雕工艺啊还有我们的节能减碳的能源小屋的展示我们配合整个生态环保让这一次的活动更精彩 佐县长指出一年一度的赏音季彰化线得天独厚 每年灰面狂鹰都会来彰化 等许多活动同时举行邀请大家在清明前后一定要来彰化赏音 有关在赏音活动部分呢因为这个灰面狂鹰啊已经是我们八卦山很重要的生态资源 我想今天这个活动啊天气也非常好最主要就是一定要结合那一般的观光品牌呢有相当多种 像温泉啊在地文化啦单车啦那生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八卦山呢得天独厚能够在这边呢看得到啊这个南鹿鹰也就是灰面狂鹰呢过境 然后它起鹰落鹰这很壮观的场面那我想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灰面狂鹰在我们八卦山能够勇气的每年呢到我们这边来 为因应全球暖化温室气体减量等重大环保议题 提升旅游及保育活动内涵 这次活动鼓励民众健康大步走 以践行的方式倒定来赏鹰迎接一年一度灰面狂鹰北返盛事